柯文哲的責務旁貸一直都是這樣 他對他自己的想像 他就認為他自己像這個古代的皇帝 他連續用五個皇帝比喻自己 大家都知道他的人格特質是這樣子 那皇帝最愛講什麼 出事的時候 萬方有罪罪在正宫 大家都有問題 我的責任最大 然後皇上解決的方法就是 這些人就給我拖出去斬了 就是這樣子 停葬 所以這次柯文哲的停損點 一開始先設在端木鎮 後來發現這個火真的是止不住 因為端木鎮不肯背這個鍋 所以現在他發給黨員的信 就設立了兩道的城牆 一個是李文中 一個是黃珊珊 有沒有就像晉級的巨人一樣 總共有三道城牆 這個柯文哲他也有這三道城牆 但是法律上面很多事情的責任 並不是說你自己說不知道 自己切割就可以切割的 尤其是當你還留下了很多公文的證據的時候 對啊 政治獻金說真的柯文哲還有機會切出去 但是金華城 因為有三張關鍵的公文 是蓋了柯文哲的章 柯文哲沒辦法去切割說 這他不知情或他沒處理 尤其是這個案子處理的方式 第一完全背離常規 市政府怎麼會一邊跟財團打官司 一邊想辦法送他東西 對不對 第二 在法律上 已經多個科士公務員喔 再加多個委員都曾經在會議中 表達過這與法不合的意見 上公 上一波 好 忘記了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五七點半給你清水嗎 感謝支持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招集令 週一到週五下午兩點到四點 添奶魚 奶球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友善記錄版 等你一起來